頻道呢 終於突破了20萬訂閱!! 既然到了20萬訂閱呢 我們兩個想說來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那我這裡就挑了20個問題這樣子 現在是全職youtuber嗎? 是怎麼和文端一起拍影片的? 有給文端報酬嗎? 一個不知不覺開始的過程 最初の動画に出てるからね 第10題 限時條件不談的話 兩個人最想定居在哪裡? 行っ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さ 啊 実際に住んだことないから わからない 旅行にも行ってないからさ 私 多分北ヨーロッパかな 福利高生生徒がいる もう 建築の学校から通ってたんですけど 大学 ベネティアンのね すごい綺麗な景色がね 流れてたの 車とか走ってなくて もう船なの なんかそういう優雅な一日とかも や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う 似合う似合う 似合うか? じゃあ この問題を考え出すために いろんな所を旅行行きましょう 第11題 睡眠時間多長? 私は3、4時間ぐらいかな 私は5時間ぐらいか6時間ぐらいかな 第12題 必要有自己放空時間的人嗎? 還是 做事情都想跟另外一半一起呢? お互いね 一人の時間が欲しい時に 勝手に違う部屋に行くんで 別にそこは苦労はしてないですね 同性の動画も言ったんですけど 結構 お互い一人の時間も大切しながら 相手と一緒の時間も 楽しみで過ごしてるのかな? 第13題 未来感到迷惘的時候 うん これ一定有 其實 我的感受最深刻的是 就是 變成社会人之後 挖這種感覺 目標がないとか 夢がないとか どう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 私から見れば 文端が 適当で言いながら 物事をちゃんとする人なんですよ そして そこを すごいよくできる そこを すごい調べて 調べて 自分の知識にして もう その知識を誰に負けないみたいな それぐらいまで 仕上げる人です 第14点 到日本後 人生最感動的事 我的話 最感動的事 其實不是到日本後耶 是在 来日本之前 就是我之前 為了賺那個 輕盈的別科的学費 我就是 非常認真的 到處去打工 到處賺錢 然後我 那個時候 有一件事情 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那個時候有去報名 參加一個活動的工作人員 就在那邊發傳單什麼 就那種日新制的 它是一個遊戲 好像可以跟Google map連動 然後要直接出去外面走的那一種 那個遊戲就叫Ingress 那個時候 我雖然日文也沒有到很好 但是 可以溝通聊天 然後他們的主管是日本人 那位日本的主管 他就想要講日文 他就問有沒有工作人員會講日文 然後剛好我會日文 所以我就一直陪著他 在他旁邊翻譯啊 就當他跟玩家中間的橋樑這樣 他也是一個 非常好 非常好的長輩 他就有問我說 為什麼要打工 我有跟他說 因為我接下來想去念別科 那時候想要在日本工作 他就是會聽我的煩惱 給我很多建議這樣子 我們在最後尾端的時候 就是有聊天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的夢想是 想要完成 會讓全世界的人都 瘋狂 為之狂熱的遊戲 其實那個時候 當下我是沒有想太多的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 每個遊戲人的夢想 然後最後就聊一聊 他就問我說 我先不講 你有在看日本的Anime嗎 你喜歡Pokemon嗎 我說我喜歡啊 他說那台灣人喜歡嗎 我說對啊 應該全台灣人都喜歡 他就笑笑的 也沒說什麼 之後他們公司 就正式發佈了 Pokemon GO這個遊戲 而且他算是 創建這個遊戲的 其中一個人 就是亞洲的執行長 這種感覺吧 然後那個時候 我是真的受到 非常非常大的感動 因為我就覺得 原來有人 不是只在心中有夢想 是實際上去完成 他講的夢想 那個時候我真的 全身起雞皮疙瘩 那個感動的感覺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然後其實之後還有聯絡 包含他們之後 到台灣辦的第二次活動 他們也是指定 想要我當翻譯 然後之後來日本 我也有跟他們公司的人 吃過兩次飯這樣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他是有 想要幫我製造很多機會的 讓我可以去日本的大公司上班 可是我的英文能力沒有很好 那個時候讓我印象很深刻 是真的機會是有給準備好的人 你必須無時無刻去精進自己 因為你不知道機會 什麼時候會掉下來 可是這個先放另外一邊 我到在日本真的待了四年之後 最感動的反而變成是 竟然有一個這麼前輩的人 他願意去提起一個後輩 而且甚至不是他公司的後輩 所以我現在就會一直去回想 他那個時候給我的意義 然後希望我也可以幫助我的後輩 就是即使我們不是同公司什麼 就是我如果自己有經驗 可以幫到別人的話 我就也想要分享出來 想要把機會給別人 是他教給我最大的事情吧 很感動 我只要一想到他就會覺得真的是 就是人生中很大的導師這種感覺 一番感動的話ですよね 這是25歳ぐらい的時期 仕事就有點上手 就有點上手 人間関係也很適合一人的關係 很適合一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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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題 那相反最後悔的事是什麼 就是我那時候為了賺錢 到處打工的事情 到處打工 然後到處認識人 所以就掉了非常多的機會下來 可能在那個年紀不會遇到的事情 機會都被我遇上了 我真的覺得那段時間可能是我 運氣最好的時間 我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機會在我身上 也因為那個時候的目標就是賺錢 我那時候眼界很小的 就是只看著我要賺到學費這件事 我也沒有太多新的意義去面對我身邊的人 我覺得是對我來說最後悔的事情 所以我也要跟現在看影片的大家說 我們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真的都要好好去珍惜你遇到的人 不要鑽牛角尖 我那時候就是太鑽牛角尖了 所以現在想起來會覺得 那個時候的自己要是 再圓農一點就好了 後悔什麼 我後悔的事是 大學生的時候 不太做人脈 大學生活的時候 有多遠的關於遊戲 或者比較關於遊戲 我兩人最好 只要不太做人脈 時又很多人脈 也很適合我們的好處 很後悔的 我跟她好 對 它的好處是很不錯的 會有關於我 從小學生的時候 有機會 我和他們不一樣的 相關於不同的人 我本來的 you 我也是ルーちゃん 我也是很大的世界 我也是很大的 我也是在Instagram Twitter 也也被他教的 也很快 也被人家寄出 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 我真的不太更新 是啊 有很多世界 都很楽しそう 在大学生時代 我也是在做很多朋友 我也是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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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會後悔一下 第16題 推薦日劇或動漫 我最最推薦的電話是 已經有幾次說過了 我絕對要看得到 我絕對要看得到很驚訝 我已經看了五次、六次以上 最近看的漫畫是 闇金、牛雞幕 很暗的話 但是它很真實的反映出 我覺得是一個看了 你會覺得很沈重 但是它真的發生在 日本各地角落的故事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 但是它真的非常地黑暗 我呢 Drama ルーちゃんに勧められたジン 我很喜歡 結構呢 アニメ悲傷了 高校時期見到 《Code Gears 反逆のルルーシュ》 っていうアニメがある 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DVDBOX 大學生的時候 バイト申請了 我沒有錢 我只想買了 那種愛很強 很可愛 ロマンを積み込んだ とてもね いいアニメです 是非皆も見て下さい 見て下さい 第17題 最喜歡頻道哪一支影片 哦 んー 全部好きなのかな むついね 二人的アニメ主題歌ってるやつ 啊 私も好き もうなんかね 動画撮ってること忘れてるぐらいね 二人で楽しんで 撮ったイメージが 普段の私と文章ですよ うん 我本当に www 第18題 最喜歡對方哪裡 跟最討厭對方哪裡 喜歡文章的地方 全部大好きなのか 純粹 保養力があるとこかな 自分の考えを持ちながら 他の人の意見とかも全部 保養的に否定せず 嫌いなとこも可愛く見えたから 嫌いなとこはないのかな わかった 暑く思ったらキレること キレないよ キレるよ 暑い 暑いって すぐ嫌いな その他はない ルーちゃんの好きなところはね これも純粋すぎかな ルーちゃん 本当 人のことを疑わないんですよ 疑わないでもその人を信じきっちゃう その純粋さはすごいなと思います まあその辺騙されやすいんですけどね あんなところは まあ あんまりないんですけど 純粋すぎて だから一人で落ち込むことが結構多いんですよ ルーちゃんね 優しすぎるのはちょっと心配ですね これが繊細なんですよ なんか動画でパワーって プチタッシャにね 喋ってますけど すごい繊細なんですよね これちょっとね すぐ落ち込みやすいのがね まあちょっと難点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第十九題 怎麼維持好心情 跟文章剛才說的一樣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 就是我有一點悲觀 就是我如果遇到事情 還是我想怎麼做的時候 我會把所有的方法都先想過一遍 去預想全部的狀況 那在預想的過程中 當然會非常的痛苦難過 但是你就大概知道有個底 你接下來事情遇到要怎麼處理 還是你要選擇什麼樣的路走 我想到了 我最近有開始覺得 可以維持好心情的方法 一開始講的矛盾有沒有 我覺得還是要多於人接觸 因為我覺得人真的是一個很 溫暖的動物 生物 族群這樣子 在這一兩年 我覺得我比以前還要更認真 更花心思去經營人際關係 然後 我就認識了好多好美好的人 就是大家都是 非常的善良 熱情 而且很用心對待身邊的人 其實在看著這些人的過程中 也會讓我有一種 被救贖的感覺 會覺得其實世界是很美好的 讓我最近開始想到這些朋友 還有我想到他們過得好 我也會覺得很開心 傅長是很正確的嗎 我心想想要悩一點 我心想要悩一點 我心想要悩一點 我心想不解決 我心想要悩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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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休憩中 第二十題 最想跟觀眾說的話 我心想要悩一點 我心想要悩一點 平凡的家庭 那些平凡的家庭 我心想要悩一點 現在都不思議 我心想要悩一點 我心想要悩一點 世界的地方 我心想要悩一點 我心想要悩一點 質問我 我心想要悩一點 日本語要μη視頻 我心想要悩一點 我心想要悩一點 哈哈哈哈哈 有10萬QA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大家很多問題 我自己覺得這次問題應該是上一次QA大部分都沒有回答過的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更了解我們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不知道Youtube這東西到底會做多久 但是希望在我們還能做的時候 就是可以一直這樣陪伴大家 那可能會有很多不喜歡我的人 不喜歡我的話也沒有關係 你們可以離開 但是喜歡我的人就是我真的很感謝大家 就是一直我不敢看鏡頭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 我一直很感謝大家就是願意花時間看我們的影片 所以首播的時候我幾乎都會在那邊跟大家一起回覆 就是說謝謝大家今天也來看我們的影片 就是我覺得我快哭了不行 我要快點把它講完 就是我非常的感謝大家 雖然20萬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可是這個數字的背後就是隱藏了非常多的心意嘛 在期待我們影片的人也好 喜歡看著我們一起成長的人也好 那希望在我們之後度過很多人生階段的時候 就是大家也都還在 就是真的 真的謝謝大家 好啦 那就這樣子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謝謝你們 掰掰 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掰掰 4週刑 21